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这最近啊 中国这个力度啊 中国的这个央媒和这个小粉红 配合可谓是亲密无间 是怼翻了一系列的 说是外源也好 说外源是投资也好 或者一些产业也好 那最近先是找上了滴滴 又找上了游戏 现在又盯上了烟 酒 咖啡 然后呢 又盯上了这个梦龙雪糕 说他辱华 这主要是小粉红干的啊 原因呢 特别有意思 是因为梦龙雪糕的材质 在中国的产品和外国产品 质量不一样 小粉红觉得自己受到羞辱 所以今天呢 咱们就好好聊聊 为什么同样的冰淇淋 在中国用的材料 就比在外国次呢 是你小粉红不配吃好东西吗 中国又为什么 拿什么理由 要怼这个电子烟 怼这个酒 还有怼这个咖啡呢 这里边有一系列的这个有意思的现象 咱们来详细的聊一聊 好 老规矩我们先说新闻啊 最近呢 这个有网友就来质疑这个梦龙雪糕啊 梦龙冰淇淋存在这种双标行为 这个梦龙啊 咱们也说一句 有些国外的出国酒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梦龙这个品牌你们看读片啊 这个牌子啊 我的印象里面 在我小时候成长经历 我是北京的啊 我们一直是就是帝王中的享受 就非常贵 贵到什么东西 比如说啊 我等会儿去找找图片 看能不能找着 我们小时候吃这个小雪人雪糕 就是一个一个棍插的一个 就中国本地产的小雪人雪糕 这个雪糕当然是五毛到一块 就去记不清了 然后好一点呢叫什么说冰旋风啊 就是这种啊这个我记得是红白相间的 那这个的是一块五 而梦龙的价格一直是六块到八块之间 从来没有变过 而它的量很小 就是一层这个巧合力裹着一层冰淇淋 但是小时候吃也可能是觉得贵吧 真好吃啊 觉得印象特别好 所以我关注到这则新闻 那么这个有网友呢 同样啊 关注到梦龙 只不过关注点不一样 他说梦龙存在双标啊 它的外层巧合力 应该是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 用来自比利时的这个可可纸来做 可是呢 国内版啊 里边这个冰淇淋和这个整个成分 有大比例的 是用人造植物奶油做的 并不是像欧洲生产的梦龙 用的是纯牛奶啊 但这明显就便宜很多呀 对吧 那么根据记者这个采访得知说 梦龙冰淇淋在中国用料中确实使用了椰子油啊 就是所谓这种纸纸型冰淇淋 它的营养价值远不如奶粉 但是呢 其成本不到奶粉或者奶油的一半啊 那么这个梦龙呢 是英国著名的冰淇淋企业这个合露雪的牌子 归属为联合丽华 1989年诞生于德国 是巧克力脆皮雪糕的鼻祖啊 公司一开始对它的定位呢 就是中高敦的这个品牌啊 大概就是意思啊 我们就不说了 好那么同样的新闻呢 我都不给大家念了 这给大家概括一下 就是说中国最近央视啊 又写文章抨击现在中国电子烟 说电子烟中间啊 这个含有凝骨钉啊 凝骨钉对于青少年不好 所以电子烟要抵制啊 要要要要打击 因为呢 它对青少年健康造成危害 还有咖啡也是类似 这种新闻 我都不给大家占用时间再说了 总之 现在中国似乎是火力全开 怼玩游戏怼电子烟 怼完电子烟 怼这个什么酒啊 怼这个咖啡 好像就是说 这些东西中国人以后就不配用了 那咱们今天来详细说的那种 首先咱们先从这个 梦龙双标开始说 其实呢 在中国如果你只要生活过 一年到两年 你都会掌握一个基本的生活 常识和技能 就是要去一些地方买伪货 或者再早些年 在中国有生活经验的人 朋友2000年左右 那会儿有一个著名词 叫出口转内销 你就看到有些店上面写着 出口转内销 每价什么什么都多少多少钱 很多人进去买去 为什么 因为中国老百姓知道 同样一条裤子 同样一个版型 同样一个品牌 出口的产品 就比国内产品质量好很多 那我们来看看我手里的数据 这个事情并不是个例 你比如说啊 曾经在中国有一个报道说 中国上海市 杨浦区的居民叫李纳 以前呢 去日本旅游 带回了一款在日本销售 特别火爆的电饭宝 几次使用之后 他发现这款电饭宝 在多功能 煮饭 美味 安全 等方面 非常 非常优秀 非常好 远远优秀于国内销售的很多 同类产品 但是呢 细心的这个李纳 在这个发现 这个日本品牌的电饭宝底部 有一行小字贴着 made in china 就是中国制造 哎 这中国制造电饭宝 我为什么要去日本买呢 于是这个李女士呢 就走访了上海的苏宁 国美等多家大型电器销售商 结果却没有找到这款电饭宝 那后来呢 它辗转的 打到了这个电饭宝的产家 产家告诉他 这款电饭宝 我们是只做出口 不做国内 所以您在国内买不到 然后呢 我们把视线投往深圳 深圳的罗湖区居民 叫关先生 那关先生呢 经常去香港采购商品 比如说一些食品 他发现说 香港超市的很多蔬菜 鸡肉 牛肉等生鲜产品 产地是来自内地 但品质 却比内地市场的更好 他说 以牛肉丸为例吧 香港买回来牛肉丸 口感就远比国内 这个超市销售的要好 那你说配料 无非都是牛肉猪肉玉米淀粉等 但是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那这是这个关先生告诉记者的 然后他还说说 我们早就听说了 外销内销有两个标准 两条生产线 一流的产品要外销 二流的产品要内销 这个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那如果说前面两个例子都比较抽象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啊 就是关于篮球鞋的 这个呢 也是在一则采访中看到的 这个采访的是北京市朝阳区某高校大三学生许伟啊 那他就说说同样的一双篮球鞋啊 买国外的穿了一年还好好的 国内买的穿俩月就坏了啊 为此他说他还专门这个专门的在做了一个实验 他说说先托人从国外买回一双篮球鞋 然后呢又到国内商场买一双同品牌同型号的鞋 然后呢他每次打篮球的时候啊 那不能一直找穿国内一直找穿外穿国外对吧 那也是受力角不一样 所以呢他这次打篮球就穿国内的 下次打篮球就穿国外的 他故意做这样对比 结果国内买的鞋只穿了半年就开帮了 什么叫开帮 就是鞋帮裂开了 而国外买的鞋子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注意啊 他是两个轮着穿 等于国外的帮国内的产品还削了一半的运动量 也就是说他之前说的两个多月就坏了 算下来差不多 如果没有外国鞋帮衬的话 国内这双鞋呀三个月也就开帮了 所以这些小粉红们 其实呢你们不用惊讶 也不用感觉到愤怒 因为你们一直享受的就是二等公民 甚至更低的待遇 好东西都是不给你们吃的 不给你们用的 那原因我们稍后再说啊 我们先说这个梦龙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这连个屁都不算 就连个事都不算 为什么 你要想象这是一个企业 这是一个市场行为 为什么梦龙在你们中国用刺的材料 因为他用刺的材料都能卖上好的价钱 他为什么要用好的材料呢 我没有替梦龙洗地 我也没有替他宅的意思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企业追逐利润 道德用道德的约束企业是最愚蠢的事情 就像你在要求一只狗去吃素一样 当然这有点贬低的意思 但我说这个意思大家明白就好 一个企业如果他用植物奶油 别人用的是这个纯奶油 或者用牛奶更好 别人口感更好 那么他为了卖出去 他就必须也用比别人好的东西 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行为 那你问说 质问梦龙你为什么双标 你为什么对我们用刺的产品 那是因为你们国家 别的产品更刺 人家用植物油的产品 就足以做你这个市场了 而为什么欧洲要用好的 是因为欧洲别的品牌 别的冰淇淋 人家用的品牌材料更好 他不用好牛奶 他没有市场竞争力 就这么简单 别老想着谁谁辱你 谁谁辱你 很多时候辱你的是你自己 根本原因不是人家区别对待 而是你们国家自己的标准定的就低 让人家可以轻易达到 事实上同样一个品牌 同样一个产品 同样一个商家 在不同国家对待消费者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这里有一子数据给你看一下 那么之前韩国三星的手机 因为电池缺陷问题 宣布召回在美国 澳大利亚所销售的某种型号的手机 但是这些型号卖往中国却不包括中国 也就是说中国消费者 你们的手机电池有问题 那就活该 我们不负责召回 然后日本东芝公司 先后对存在质量缺陷的笔记本 彩电 洗衣机 手机等产品多次进行全球召回 唯独很少顾及到中国市场 同样在美国非常流行的宜家 因为部分橱柜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 宣布召回 也没有把中国市场放在召回之列 直到后来因为舆论闹得太厉害 迫于压力 才召回了中国市场的隐患产品 你看到了 同样一家企业 在不同国家对待不同的消费者 态度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市场监管 就是因为市场标准 就是因为同行的衬托 所以我就想起郭东刚刚老师说这话 说得人设能有今天的成就 完全来自于同行的衬托 不是得人设有多强 潜台词 潜台词是不是得人设有多强 而是同行有多烂 所以今天小粉红 如果你们把矛头对准梦胧的话 那我也告诉你 不好意思 不是孟龙有多强 是因为你们的同行够烂 而且换句话说吧 咱们再说点就是更扎心的 咱们今天就扎就扎透 好吧 再说点更扎心的 孟龙的雪糕 要用了你们中国的奶粉 你敢吃吗 换我我是不敢 中国的奶粉 想想猛牛 想想伊丽 想想光明 等等这些牛奶 中国的牛奶里边有多黑 你们知道吧 不用我再说了吧 如果他用中国的奶粉 说实在的 人老外可能想一想 也许用中国的奶粉 兑满了三聚青鞍 可能比这植物油还便宜 但人家厂家还有良心 用点植物油吧 至少吃不死人 包括这次央视 他们怼电子烟也是一样的 他说电子烟有尼古丁 伤害青少年健康 废话 哪个烟 只要抽烟 哪个没尼古丁 我是不抽烟 但我知道 这卷烟 它里边不只有尼古丁 人还有烟油 这是叫烟油还是胶油 我不太懂 反正这就那么个东西 比这个电子烟更危害大 你央视怎么不说近 因为你卷烟 这个烟厂是你们国营的 是中国专营的 就永远类似于古代 那个盐铁官营 那个意思 国家垄断 你这个电子烟 说白了吧 电子烟更健康 说实在我想起那谁 想起那个徐晓东 徐晓东有一句广告词 特别逗 他说 他说抽烟有害 健康 抽这个 伤害少一点 我觉得他这个 他思路还挺对 挺逗 电子烟从技术上来说 虽然有也有问题 但是呢 他没有那个叫什么什么油 反正那么个东西吧 对人的伤害 确实还少一点 这属于是社会的进步 就像 咱们坦白说 就像电动汽车 至于传统汽车一样 它是一种进步 但是这种进步 往往取代的 或者往往伴随的 是对原油产业的冲击 举个例子 中国这个在这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就是近代曾经出现过许多这种女工 出现许多这个纺织女工去捣毁这些大的纺织厂 因为这些大纺织厂一个厂子就能让他们整个县 甚至整个省这个产量都给包了 那么捣毁这些机器就能保住我们图法转的这个纺织轮 保住我们手里饭碗 但实际上呢 这是一种倒退 这是进步吗 不是 而且问题是他们拦住吗 没拦住 随着资本的进入 随着时代的推移 他们这种土法最终还是被淘汰 现在还谁还去摇那个土布仿布去 没有了 都变成大计划之士 他们最终也变成了女工 重新进入这个产业 所以说有些东西是时代的进步 但是中国呢 完全不提 只提尼古丁 说白了就是电子烟挡了国产卷烟的财路 咖啡也是 咖啡喝多了 茶你就不喝了 那我茶也卖给谁 都是一样的套路 我很早以前就跟大家说过 中国社会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要跑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移民 是因为他们发现 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互害社会 从商家的互害 这些年已经进化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害 商家怎么互害 卖一箱苹果 这苹果是真的 可是这重量怎么称 它往这苹果那包装箱 它不是那个纸壳味香吗 那个纸壳味是里边有那个波浪 是为了起缓冲效果的 它往那波浪里边注入水泥 这一箱苹果就比正常的纸盒的香 要多出去两三公斤 这人脑子都不用在这些份上 都都用在这些地上 包括这次河南大水 是吧 河南大水 上海那边也紧张 结果上海不是台风吗 这些烟花来 有一些大妈自发去检查 结果发现上海有些地段 那个地下不是有排水沟吗 正常那个井盖接起来以后 下面是应该深深的沟渠排水沟 结果这帮大妈接起来以后发现 这排水沟下面是水泥气石的 就流到那么一小层 等于这排水沟根本起不到排水作用 所以上海尚且如此 我就想说郑州河南这里边 这些地下排水系统 有多少也是这样做假的 对于这些厂家来说 对于这些建筑商来说 对于这些生产商来说 反正老子把东西卖出去了 老子钱到位了 管他妈你谁是谁 中国就是这样的互害 所以中国人民 如果中国朋友们想要过上好生活 就必须要扭着这种互害 而是以一个良性的姿态去循环 你好我比你更好 而不是你刺我比你更烂 农民现在中国农民很多种的菜 卖给沙皮城里人吃 你知道吗 他们自己原话就是 卖给沙城里人吃 我们自己单位有块菜地 我们农村人吃我们农村人自己的菜 所以这些年中国癌症高发 癌症的年龄不断下降 为什么呀 吃变了元素周期表 对不对 上面农药超标各种浸泡物 各种水果是不是 没熟不好看 颜色不好看 进到化学药水里泡 渗透泡 这泡完了以后 不是我在家里再拿水泡一泡再洗 就能洗出来的 泡完了 渗透到果肉里边你就吃了 看着都好看着 看着可鲜亮了 可实际上呢 吃完要你命 而这种循环的改变 是人民能起到作用吗 不能 人民没有这个能力 这个事情只有政府来做 只有政府来监管 只有政府有能力 有财力 也有权力 在中国 美国这些民间是由一些组织 协会来行使这个权力 而中国只有政府才有这个权力 来处罚这些黑心商贩 小粉红们 你们与其有心气 有这个积极性 来怼梦龙 你们不如去查一查 你们国家自己的东西 查一查这些黑心的商贩 查一查地沟油 查一查黑心奶粉 查一查这些黑心的菜和米和原料 说实在 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 家里买那个米 要淘米 是不是淘米 中国的大米你知道吗 中国大米买回来之后 你要淘个七八遍 那个水就是淀粉含量高啊 还是萌萌的那一股淘米水的感觉 但是我来美国之后 我买美国的米 我买日本大米 我只要随便淘个两三遍就干净了 淀粉含量少 蒸出来口感就是香 而且没有添加物 而且同样的一包中国大米和一包日本大米 你打开一看你会发现 日本米的米粒基本是完整的 而中国的大米里边有很多的米粒是碎的 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这个是事实 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东西 所以说想让别人看得起你 你自己先看得起你自己 想让别人把你当个人 你先得把自己的国民当个人啊 别当韭菜 是不是 所以我倒是真不是讽刺啊 我倒是真心盼着中国能有食品安全 用水安全 这个各种各样安全的这一天 我希望中国不再出现这种啊 搬乔迁新家之后 因为刷墙的这些涂料里边 含有这种化学物质 让孩子得了白血病 这样的家庭悲剧 我希望的中国能少一点 小粉红你们有这个力度啊 好好去花在这方面 中国这方面需要提的太多了 中国这方面需要改的太多了 把你们的力量啊 用在你们真正爱的祖国上 把你们的力量真正用在 造福于人民身上 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我给你们点赞 好吧 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你订阅评论转发点赞 感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